郭長,你剛才說過 說空泡水的時候 之前已經過了那些廳 但過了水之後 你說是由用家負責 去確保水質安全 意思是否說 行政署應該承擔 確保水口乾淨的責任 如果不是的話 還是責任在於局長 要確保自己辦公室的水質安全 還是責任其實屬屬呢 還有現在會不會排除 向那個承辦商追究 交流之前未清潔乾淨這個層次 我或者剛才那位記者朋友提問 我也想主動再重申 其實在我們適用於所有大廈的 規管和監察的制度 以水務處來說 第一 就是我們抽水板去驗 我們都不會驗 退五軍人證的乾粉 這個也是世界衛生組織 沒有這個要求 其他海外的地方 我們知道也是沒有這個要求的 那麼我們在每一個大廈 他申搏了水管 要我們由一個供水系統供應給他的時候 那麼我們在那一刻 那個moment 那一刻 就是有這個要求 就是由他的承建商 就是提供一些證據和一些報告 告訴我們他已經做了 就著他內部敷設了的食水管 那個清潔 消毒 用綠髮水做好了 那麼水務監督是要滿意了 那麼我們才會同意供水 就讓他開水錶 但是在我們給這些應可人士的指引 我們都有說 一接駁了供水 其實一般情形之下 都是盡快 就要這個供水系統 就要運行使用 即是英文來說 就要bring it in active use 要運行使用 運行使用 或者未運行使用 這個當然就是 那個大廈裏面的住戶 是要負責的 也是這個原因 為什麼我們經常提醒市民 不是說供了水 你就是完全不用再處理 你自己那個大廈裏面的水箱 水管 那個持久保持那個清潔 還有要定期去清洗水箱 這個工作 那即是說責任誰屬呢 即是用戶屬於 是不是行政署的責任 我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 要追究這個責任 但是正如州局長說 我們現在都是一個個案 我剛才也說了 其實在這個 退母軍人症的幹菌 它在水的環境 是事上自然的存在 現在我們可能是處理 一個程度的問題 這個要研究究竟 是不是有些水太久 是沒有用了 水喉太久沒有開 所以就積聚了 有這個情況出現 所以這個是需要我們再去研究 和探討 建築工程 要找梁處長 設計那方面其實就是 我們會沿著 剛才周局長和林局長說的方向 就是看看會不會有些 喉管 就是儲積一些水 是比較少用的 即是在運作上 那個流動性是低的 我們會沿著這個方向 就是做詳細的研究 看看是否這個 是會令到 那個細菌之生的原因 那個水喉這個大廈的設計 其實就是 用的材料就是 不鏽鋼的水管 這個水管 其實是一個認可的材料 至於這個設計方面 其實我們都會再詳細跟進 看看有沒有這些地方 是真的因為少用量 而積存了一些 是流動性慢的水 我們會在運作方向再跟進 你會為整幢大樓 做一個流行病學的檢查 或者是怎樣解釋 對歐歐歐歐人症 實在就是 在流行病學來看 是可能會有些人 是會感染了 而沒有什麼病徵 而亦都是存在有抗體的 照一些文獻的看法 這個特別是在新加坡做的 研究 大約有百分之十的居民 可能會有這些抗體 這個可能 他在一生之中 可能已經是 接觸過這些病菌 也不一定的 所以我們如果是 做這方面的研究 是一定要考慮 究竟我們想尋求什麼 結果才行 而我們反而最擔心 就是有沒有人 會感染到 而有一個嚴重的病法 嚴重的病法就是 他有肺炎 有發高燒 還有就是有咳嗽 還有會氣喘等等 更加嚴重可以影響到 有其他的病發症都不一定 所以我們現時也有 比較幸運 在2007年開始 我們醫管局的所有的醫院 也都有一個快速測試的方法 可以驗的療液 是可以驗到 這個 對抗菌人菌的 所謂的antigen 所以這就是 變了有幾個小時內 我們已經可以察覺到 有沒有病人 真的感染這個病徵 所以我們如果是有 任何的病人 是有這個病徵 而我們可以盡快可以驗得到 我們覺得現在我們的機制 很容易可以察覺得到 我們也都認為 如果我們現時就是 只是要求幾千個員工都驗 究竟驗甚麼呢 都要想清楚才行 因為如果大家都很健康的話 你驗任何的測試 都沒有甚麼大的作用 當然我想每一個工作人員 包括語言助理 他可能有自己一個健康的考慮 我不排除可能有些工作人員 他自己可能有個慢性病 或者有其他的憂慮都不一定 但我們最重要 如果他有這個憂慮 我們盡快可以提供一些 醫療的幫助給他 現時在律中指援的急診室 會有24小時有個服務台 專門讓他們可以接觸 如果他們去到 他們會查問他工作的地點 或者他有沒有真的病徵 如果有需要的話 他們會進一步檢查他們 上次接觸完後 然後還知道 又有發現一個病毒 整個家庭有一個病毒 就是為甚麼 原廠未確保毒 如果繼續使用 還有一些疑問呢 我們由於在這麼大的地方 發覺有這個病菌 所以現在整個大廈都是消毒和清洗了 剛才都解釋得很清楚 用我們現在那個 即是陸化的水的處理 應該是起碼 將絕大部分的這些細菌可以殺除 但不知道他會用後清洗完之後 所以我們接下來這個禮拜 就會有好系統這樣 將整個輸水系統的出口位 都會做這方面的檢查 所以接下來我告訴大家 就是接下來這五六天 我們可以較為早知道 究竟是否完全安全 而更加可以說 可以很有結論性地 等那個報告出來 大約是十天之後 變成應該是 到兩個星期之後 我們又更加會很清楚 是否完全可以徹底 清除了這個風險 很關ève 請問會議政策 的D政策 移植市長 有沒有合謀 統一人 新的 vaccine 基本上每個員 都會打從西 condem臨 disturbing the environment. What we have discovered in this building, we cannot even conclude that it is a high risk for other buildings as well. So we have to analyze the data and also we need the experts opinion on that maybe ask Dr. Zhang to perhaps say something about the public health angle or of this particular bacteria. So we will try to let that be for As far as the WHO is concerned, I think they do not feel that to extensively test Legionella in water supply is something that is necessary for safe water supply. So I think this is actually not a standard procedure. Okay, just a couple of elaborations. This bacteria is ubiquitous in aqueous environments. So if there is water, it's very likely that the organism can live there. The important thing really is not getting a high level of this bacteria in our water system. So I think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point. And indeed, discovering the bacteria in tap water is not something very new to us. In our previous investigation of Legionella disease patients, you know, now and then we do find this bacteria. So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we've discovered this. Okay, so from the control angle, of course, if the amount of bacteria exceeds our limits, then we will recommend thorough disinfection as well as cleansing measures. And I think there is always a misunderstanding that we are discovering yet another toilet having been contaminated with this bacteria. But I need to emphasize that this sample was taken before the disinfection took place, all right? So it is not something that took place after this infection. And we believe the disinfection procedure should have effectively reduced the bacterial load. We are still conducting some tests in the laboratory, because the bacteria need some time to grow. And we will have final results on the previous samples taken before disinfection in a couple of days. So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who are infected? In fact, there is a lot of bacteria that are infected. In fact, there is a lot of bacteria that are infected. In fact, there is a lot of bacteria that are infected. In fact, there is a lot of bacteria that are infected. So if there is that water are infected, it steps are infected with all of the layers? That is WHY there is a lot of bacteria that are infected? The airyw помог to breathe in a long time, are it even be infected? The airywbulent and the airbag is actually necessary at the very end. The airyw泉ing and the airbag is also necessary to continue in a minute. Because the airbag is usually necessary. To think of the airbag is also necessary to continue in a minute 跟水喉的距離 其實我們都要看設計 以及看實際上的位置 這就是視乎使用的習慣 其實剛才林國長也有說 如果有些地方長時間都不用水龍頭 這個是有機會的 那些熱水保留在水灌之間和水龍頭的位置 這個是有這個機會的 對於有這麼多位高官 他的先人辦公室同時中招 究竟跟辦公室的安排有沒有關係 如果有的話會不會在報告出現之前 政府再考慮重新安排過的辦公室 甚至乎好像某些議員所說 搬回去救政府中招 我想每一個新的環境 我們都要仔細地分析究竟 它現時的情況是怎樣 所以我剛才都說過 如果我們現在做了一個徹底的消毒和清潔 而在接下來這一個星期 我們再收集的樣本 都不是再有這個病菌的存在的話 我們基本上已經是徹底消滅了它們 如果是這樣的話 下一步當然就是應該經常再抽檢 看看有沒有這樣的需要 我想每一個地方 如果你真的再搬去任何地方 我相信也要重新做這方面的檢查等等 我覺得根本是不划算的 基本上我們要首先就是 確保現時我們供水那方面已經是安全 第二方面我們也要分析一下 究竟 剛才我講過 我們這次的發言究竟情況是怎樣 這些都要繼續跟進的 所以我想不要現在這麼闖絕 又是說要搬 搬來搬去你都避不到這些細菌 這些細菌全世界在有水的地方就有的了 也不是說真的那麼危險的 大家都明白到 就是很多這些病人 一年我們平均只有十多個這些病人 而很多這些病人 本身也都有慢性病 或者體質是比較弱一些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比較冷靜和客觀來分析 這些數據才可以 全部都覺得事件已經變成一個醜物 陳政處那邊剛才說 很多同事請假的 當初有多少是病假的 有一次問題 剛才提到局長的私人請假的 就是私人請假的 可能會導致這個問題的 那為何在舊政府總部有這個問題 如果是關乎到那個申請總部的投資時間 請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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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那個局長使用洗手間 剛才周局長都說過 那我就不再重複了 我想都要看下那個結果 要了解清楚那個情況是怎樣的 我們才看下是否還有甚麼預防的措施 可以是 或者是加入的 如果有這樣的需要 或者關於那個承建商那裏 我或者是請建築處長那裏 可以或者回應一下 我沒有統計過 今天有議員都說 這個已經變成一個醜物 或者我再補充一下 我們這麼多局長在舊的辦公室 由於沒有人受任何人感染 那麼多年來是沒有驗過這些東西的 本來是如果有局長在那裏 因為感染而驗到 或者都不定的 所以這個不可以 假設就是這個新的大樓 是比舊的大樓 是多了這個風險 有議員要求政府道歉 因為事件已經變成醜物 你們會不會這樣做 我想我們已經盡快地回應到 我們的察覺到的問題 亦都是處理了這方面的問題 包括是立法會整個大樓 我們亦都是充洗和消毒了 真正好 我們在高議員會動此為止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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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